热菜香秦美部落市乡内洛神花主要产区 目前洛神花进入采收期 不过今年受高温的影响 预估产量最多只有6吨 以往和厂商接洽的产量也掉了4成 农民很游行 今年夏季气温动辄37-38度 让台湾又如烤番薯一般的炸热 火红花朵原本应该布满整个枝芽的洛神花 今年却只有小花两三朵 部落农民看了纸皱眉 那今年的洛神花 种植物也是大概在6公顷多 那今天这样看下来 今年的洛神花是比较差了一点 是在可能是在有关气候的关系吧 今年是洛神花都长得不怎么好 热菜香秦美部落为乡内洛神花主要产区 近几年也配合乡公所在 原民会产业福祉计划支持下 推出洛神花部落小旅行 成功创造旗美部落洛神花产业奇迹 而随着洛神花进入采收期 以及即将到来的洛神花部落小旅行之旅 却见稀疏的洛神花果 不论农民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到往年我们都有跟厂商都已经接洽好了 那可能今年产量会比较减少 往年都在十几吨以上 今年我们这样目测来看的话 应该最多也是只能到6吨而已 所以可能厂商这边也要在做 进一步的跟他们做一些沟通 可能今年产量会锐减一些 奇美部落洛神花产业迈入第六年 载重面积将近6公顷 往年平均产量都有超过十几吨左右 最好也有达到18吨的产量 历年都提供厂商十几吨的产量 今年最多可能只有6吨上下的量 靠天吃饭的部落农民也很无奈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